我們現在又把我們的 我們現在又把我們的 我們現在又把我們的PowerA搖桿 連接到我們的電腦上面 然後我還安裝了這個PowerA的專屬軟體 它叫做 PowerA Gamer HQ PowerA Gamer XQ HQ PowerA Gamer HQ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到底裡面有什麼功能可以來做調整 我們現在又 我們現在又把我們的搖桿 我們現在又把我們的 我們現在又把我們的 PowerA搖桿連接到我們的 電腦上面來 What 我們現在又把我們的 PowerA搖桿 我們現在又把我們的 PowerA搖桿 連接到我們的 電腦上面 那我們 我們現在又把我們的 PowerA搖桿 連接到我們 電腦箱 我們現在又把我們的 PowerA搖桿 連接到我們 電腦上面 那我們現在也下載了另外一個 它原廠的軟體 叫做 PowerA Gamer HQ HQ 我們就來看看 到底可以設定什麼東西 到我們搖桿上面 Download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更新 我們就來更新一下 我們的搖桿部分 所以我們要更新搖桿的部分 也是從這個 Gamer HQ 來做更新的部分 可以補充這些